而在观光交通运输的部分 台铁公司全新的R200型裁电机车 经过了一整年的严格测试和调整后 19号是正式投入营运 并且在花莲站以及屏东加入站 办理了首航活动 台铁公司董事长杜威表示 34辆新车陆续的上线营运之后 将可以大幅提高货运运输安全以及效率 来降低运输成本 增加货商的满意度以及可用度 台铁公司全新的R200型裁电机车 6月19号正式投入营运 台铁董事长杜威表示 34辆新车上线之后 将大幅提高货运运输安全及效率 也降低运输成本 R200裁电机车是我们新购的 未来会用于我们的货运 我们的军运 以及我们各种特种运输 这个车子的性能非常优异 可以祝福未来台铁公司 在货运领域能够更精进 而且这个车子它非常的节能 非常的环保 所以在R200投入营运以后 我们台铁公司必然可以提升 我们这一个区块的服务 台铁R200型裁电机车是台铁公司首款购入的 欧系高性能柴油机车 电车头上会搭载4G网络讯号机 当车辆故障时 讯号机可以把故障讯息传回所属的机物段 以利机物人员进行维修 这项功能也是台铁车辆中的首创 另外车上还可以提供司机员车辆周边的环境影像 增进吊车安全 而在引擎过热保护 还有自动喷射灭火装置 也通过了欧盟防火测试标准 提供更高的安全保障 除一般货车输送之外 R200也可以强化铁路军事运输 灾害救援 事故抢修 并提升政策性铁路运输等效能 介络会欢迎视报道